现在上岗球迷都觉得球队替补实力是可以看当重用,像替补习上的障碍,临创一,腹换都是实力不足的球员,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在佩雷拉轮换中,他们的表现也是可圈可铁。 只可惜门槛当重用的朱真荣已经被足跌到中义,当上海东亚刚刚升入中超的时候,由于俱乐部投入有限,就不得不靠近薛球员打天下,这只青年禁卫军有一个为镇中超的本土三叉戟组合,那就是文武真荣组合,他们分别是吕文军,吴兰,朱真荣,这三人在中超出自撒技中表现可圈可点。 朱真荣发挥也堪称果较急,只是让朱真荣没有想到的是,在大排外园不断加盲之后自己就失去了主力位置,这是让很多球迷都没有想到的事情,朱真荣在上岗踢不上球,只能沦落中移。 好在朱真荣在中移的发挥还不错,这是让球迷感到欣慰的事情,其实以朱真荣的能力在上岗是可以作为本土指挥官的最佳人选。 这是让很多球迷都公愿的事情,朱真荣在中移只要保持好状态,未来还是会重赏香港主力阵容的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香港主力阵容的处理